下面他还有一个问题 小女意外坠楼坠楼死亡 有神通人士看到小女 是就是被魔化成的佛带走了 如果以后还有人 受限未到 采用那种随意提前 不是的 这是这个问题吗 这是随意提前往生的方式 见到了佛如同小女一样 义无反顾的跟他去 后果会怎么样 因如何辨别 这段事情是一个很因素 的问题 魔会变成佛 会变成菩萨来优惠你 这个古大德 祖师大德早就教给我们了 要认本尊 魔能够变善变了 他不能变本尊 你这个小女儿 魔变成佛 这个佛决定不是阿弥陀佛 你就随便跟他走了 看到是个佛的样子 三十二相八十种好看这个样子 你就被他骗走了 不可以 人在灵命中是念佛人 那个时候现前是最多的 机会最多的 他或者是先 菩萨的相 或者是先 要死佛来了 这个这个这个 释迦牟尼佛来了 那都是假的 这些什么 这些护法神呢 他不管 护法神 主护主 一念阿弥陀佛 他决定不能变阿弥陀佛 你一念观世音菩萨 他决定不可以变观音菩萨 本尊 不可以冒充本尊 你辨别的佛来冒充 那是你自己吃亏了 你自己上当 这个要知道 要很清楚 很明白 而且是我们自己 所以供佛 为什么供一尊 一身 不改变 这从前家里供的佛像 你旅行不太方便了 现在我们照相就方便了 所以我们一身呢 只供这一尊佛像 你的印象当中就很清楚 灵命宗事 或者极难的时候 真地复来接引的时候 一定是这个像 你天天想着他 天天念着他 终于把他想来了 这个一点怀疑都没有 如果他现的像跟这个像不一样 那就靠不住了 那你就决定不能跟他做 这个很有道理啊 所以古大德教导我们了 本尊要记住 这个佛像的时候 你自己喜欢哪一尊佛像 你就供哪一尊佛像 不一定是他跟我跟他一样 不需要 过人的根性不一样 过人的缘分不一样 我喜欢这样佛像 我就供他 我一辈子供他 却不改变 这就对了 这个对你 林民宗事 遇到这些疑难的事情 你很容易解决 这些疑难的事情